中國除夕不放假 習近平出奇招躲政變嗎? 現在距離2024年的過年 雖然還有三個多月的時間 但是中共和臺灣政府都已經公佈了明年的年假假期 只是臺灣的年假明顯比中國更有傳統文化和年威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的除夕這一天不放假 除夕不放假搞什麼鬼 你夜飯要跟老闆一起吃嗎? 現在中國各地的網友們都在炮轟中共當局的詭異決策 畢竟習主席不是一天到晚喊著要發揚傳統文化嗎? 還說要把馬克思主義跟中華傳統文化完美結合嗎? 那結合出來竟然是要大家過年別放假 這根本是在摧毀傳統文化 摧毀中國傳統的團圓習俗 對吧? 所以很多人就開始想了 為什麼中共不讓大家放假過除夕呢? 難道是因為除夕的諧音是除夕? 習主席害怕被除掉嗎? 是不是這樣呢? 我們可以往回看 在2013年 也就是習近平剛剛上任後的第一個過年 中共國務院就宣布除夕不放假 還把除夕從法定的過年假期中取消掉 也就是過年的法定假期從除夕到大年初二 改成了大年初一到初三 當時就引發中國人民的強烈抗議了 所以中共後來並沒有強硬執行這一規定 但是這次2024年的除夕又要取消放假了 也讓中國網友氣到說 乾脆把除夕送給韓國好了 好 說真的 從這兩次中共取消除夕放假 可以看出來習近平確實很在意 除夕的諧音對他不利 除夕嘛 聽起來很不吉利 所以他一上任就立馬取消了除夕放假 而且我們知道 美國政府在2009年的機密電報也透露過 習近平很相信佛家的超自然力量 很相信有助於健康的超自然力量 所以習近平會認為除夕這個詞對他不利 那其實是很可以理解的 畢竟民國初年的袁世凱 也曾經下令取消元宵節這個詞 改用上元節來替代 因為元宵元宵聽起來是元宵 也就是元世凱消失 那當然讓他很不高興了 所以元世凱這個大軍閥就下令把元宵節點閉了 所以現在來個元規洗髓其實也不是什麼創舉 畢竟習近平也不希望除夕會變成中國新的國慶日 對吧 只是按照這個文字語的邏輯發展下去 那以後可能連七夕都不能過了 因為七夕聽起來像七習欺騙習近平 或者是齊齊齊在習近平的頭上 而且連唐朝詩人李商隱的千古名句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可能也很快就會被封殺了 因為聽起來像習近平的陽獸或者陽氣 已經接近黃昏了嘛 對不對 只是習近平這次不讓人民過除夕 真的只是因為除夕的諧音嗎 我認為沒那麼簡單 大家想一想 習近平上任第一年取消除夕被人民炮轟了 然後就默許民間繼續過除夕 但是為什麼偏偏要在2024年取消除夕來激怒民怨呢 在我看來這很可能跟他相信超自然力量 相信預言很有關係了 什麼預言呢 推背圖 我們過去講過 習近平非常相信預言 而且身邊有所謂的高人在指點他 所以他下令清洗了火箭軍 為什麼呢 因為推背圖46項寫著 有一軍人身帶功 只言我是白頭翁 東邊門裡伏經劍 有事後門入地功 這段話怎麼看 都像是皇宮裡頭發生了政變或者兵變 皇帝被刺殺了 所以趁裡頭寫了 萬人不死一人難逃 政變發生了誰會難逃一死呢 皇帝嘛 所以習近平把火箭軍整個給端了 因為火箭軍經常用弓箭的比喻 來自我宣傳 所以當然就成為習近平眼裡的頭號刑犯了 斃了 以免後患無窮 另外推背圖43項裡頭 也預告了宮廷政變發生的時間 推背圖說 黑兔走入清容穴 預進不進不可說 我們之前也講過 黑兔就是黑兔年 剛好就是今年2023年 而明年2024年剛好就是青龍年 所以預言說 會出事的時間就在精明兩年之間了 預進不進不可說 就是說當權者或者是中共政權 會不會因此消失殆盡呢 推背圖不能說是天機 或者可能還有變化 所以想一想 習近平看到這個預言 會不會想要想方設法的 要破解這個大劫難呢 肯定是會的 所以我們做個大膽的假設 習近平很可能在他身邊的高人指點之下 想要讓黑兔走不進青龍穴 也就是要讓時間不要進入青龍年 所以他們可能一想天開的以為 讓大家不要過除夕 這樣就可以躲開年獸 不用過年 就讓他們的時間停止在黑兔年裡 不踏進青龍年 只要黑兔不踏進青龍穴 天地人錯位 這樣推背圖的預言就可能不會發生了 那習近平可能就能夠躲過宮廷政變這一節了 那您別笑 習近平很可能真的是這樣的思路 畢竟歷史上很多皇帝 也都是求助騎門遁甲或者爬門走道 想要保住自己的政權 或者是延長自己的壽命 但是這種做法真的有用嗎 我覺得這不叫出奇制勝 只是掩耳盜鈴而已 不過習近平最近一連串的古怪舉措 也反映出他確實有很深很深的不安全感 他對自己的政權很不安 對黨內、對軍隊、對人民 都有非常深沉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神兵的親信一個個都覺得不可信了 一個個被他宰了 所以他只能去尋求超自然力量和爬門走道 希望有誰可以保他長命百歲 不過我們必須提醒習主席 當年袁世凱避了元宵節 他的中華帝國皇帝只當了82天 就短命夭折了 現在習近平取消除夕 他的維尼帝國還能撐多久呢